行政院农委会在草屯农会超市广场 举办台湾粒子南瓜苏销马来西亚企运记者会 主委陈吉仲台农发董事长洪中修及草屯农会李监士等军出席 也品尝粒子南瓜料理的美味 农会表示首批将风贵600公斤粒子南瓜运往马果 以两入庄离合强攻高端消费市场 这几位农友就是配合整个改良厂农事所 要读所的简易模式配合国际的标准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执行的工作 那最后我们透过SGS这个单位的检定的结果 我们今天得到一个安全的认证 那未来我们希望草屯地区跟我们整个台湾的农业 都可以花光花亮继续把粒子南瓜带到国外去 南东县粒子南瓜生产面积约133公顷 其中草屯镇生产面积60多公顷占全线的一半 六年来透过粒子南瓜品质品鉴竞赛来推广 既有产销履历而且通过严格要减 这次能够空运到马来西亚 为台湾开辟行南向外销直路 这是帮助到我们农民 他辛苦说研发出来 草屯镇生产面积约134公顷占全线的一半 能够销售到国外去 这是一个真好的事情 也特别感谢草屯镇农会 才有用心来跟我们这些农民导推广 能够销售到国外去替我们台湾打拼 草屯镇农会表示 期盼借由农委会的辅导 与台农发公司合作 积极拓展外销机会 协助在地精进产销技术 强化产品开发 以在地品牌形象 将优质粒子南瓜打入国际 创造在地农民经营新契机 记者洪一伦 乔屯采访报道